我們的各位同仁,我們的市長,還有其他我們的考選部 各位我們的政府的所長,各位官聯,各位女士先生小姐,各位媒體朋友,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請市長一下 我們現在請邱署長 市長,剛才大概有人問過了,我們對這個所謂這個,有關這個,國民年金級,你現在學國民年金級,對不對 我現在講問說,為什麼其他都是屬,只有國民年金級,是他比較小,或是我們是不重視他 因為我總是認為,我現在上次也講過說,假如說我們對這個國民年金都不去重視,那我三個小孩我都不繳錢 為什麼?沒有用嘛,因為他也沒有罰款,也沒有利息,也沒有什麼,現在大家繳錢也沒有繳也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看他說這個到底是以後的發展怎麼樣也不曉得,國民年金他非常重要,其實來講的話,非常重要 因為在目前來講的話,國民年金,無論世界過國來講的話,對這些沒有工作者,對低收入的怎麼樣的情形啊,他保障非常多啊 我們現在是因為我們的這個,老保啊,他的給付等等比國民年金啊,要好 所以大家都跑到老保去啊,有一天啊,他會跑到國民年金來啊 因為他不要什麼,什麼諸國嘛,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都是,我想我們市長也曉得嘛,很多都跑到那個工位去啊,為什麼? 老保,他的錢比較少,他的給付比較多,所以這跑去,所以很多都是不是真的啊,我也不是這個工位裡面,我跑到這邊,為什麼? 我就是要加入這個老保,啊,我們為什麼不加入這個國民? 欸,我覺得這個好像國民,你內政部的嘛齁,現在大概要換到市長,市長 市長,你現在是以後換到這邊來嗎? 是,報告委員,社會福利的部分會跟衛生署合併 那你就到衛生署來啊? 衛生福利部 我現在記不起來很抱歉,對市長很抱歉,現在越來越大,衛生籍福利部啦,對不對齁? 沒有籍,就是衛生福利部 沒有像那個籍啊,那個籍是什麼?哪一個單籍的籍? 交通籍建設部,他有一個籍啦 其實寫那個籍是有一點意見,應該寫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籍才對 那種籍不對啦,不太對啦,沒有關係啦 我現在說,市長你又到這個衛生福利部,到這邊來嘛,是吧? 是,那很好啊 一步到這邊來,這樣才對啦,以前分散掉了嘛 一下國民聯金,是內政部的,委託我們的衛生署在做 對不對?以前是這樣嘛對不對? 不是,委託老保局 委託老保局 不是這個地方是老保局啦齁,那我記錯了齁 不管什麼行為,我是認為這個國民聯金齁,非常重要齁 我回國的時候,我就是齁,在學校裡面,我以前 這個,這個,這個,我的這種這個研究計畫,就是寫這個,有關於這個聯金的 奪國跟日本的聯金 但是啊,規劃跟規劃啦 希望說我們在這種這個,我們的這種這個,立法院內能夠把這個國民聯金法齁,能夠把它通過啊 我大概在七十幾年的時候就,就已經,能夠希望去推動啊 但是,都沒有聲音,都沒有聲音齁 所以我想說,好啦,那沒有聲音,我自己來推動好了啦 所以很,很幸運喔,後來,就加入我們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雖然是一個菜鳥啊,但是,我還是認為說啊,能夠把它推動,我非常高興 因為對我們整個社會的這種,這個未來的一種寶藏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啦 因為我以前在外國也是有加入他們的獲勝聯金啊 啊,他們不要錢耶 我是因為學生啊,不要錢啦,不要錢 我們這邊是要錢啦,當時我是建議說不要輸那麼多啦 輸到五六百塊,我現在三個小孩子一個月要多少錢呢 一千多塊啊,一千八百塊 然後,我一年要交多少?兩萬塊 真的耶,那錢我是,九百六百六十五月要年金喔 其實,不知道要當時啦,所以我跟我說喔,不如不要繳了啦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關係嘛,幾年以後還是可以補繳嘛 對不對,那也沒有利息,那也沒有什麼 我十年,五年以後,你們現在規定是十年 超過十年就不能領嘛,是不是 市長 是 是喔 對,那個十年內可以補繳 對啊,那十年我就十年又再繳啊,不要再利息啊 如果錢一直補去啊,我合併現在來搞什麼 是不是 委員要算利息 沒有啦,哪有算利息 沒有啦,我要算利息喔 沒有啦 沒有啦,沒有啦,這個沒有算利息啦 健康保險是要啦,健康保險是很強制的啦 沒有的話,他就是怎麼怎麼怎麼啦 但是沒有前年,他還是政府會帶腳啦,這種情形啦 所以,我想這個,這個問這個,市長你先回去好了 謝謝 我先,市長,市長齁 是 現在是以後的部長啦齁 你這個國民年金級齁,是怎麼樣 我是沒有意見啦,我是看到說這個好像級 跟史其實是同國的啦齁 其實他裡面是同樣,但是好像 我們的腦筋裡面齁 為什麼以前我們跟,我們趙偉啊 就把那個,那個體育啊,現在換到教育部的什麼嘛 對不對 就要把它變成這個,體育史嘛這樣 我們上次就說,他是,他本來是級啊 啊,處啊,處是級齁 他以前是,現在是體育會嘛 他後來到教育部去的時候,變成這個體育 體育,不是 原來不是寫體育,是我們給他改過來的啊 對不對 他是好像是級或處啊 我們假說,他是一個部位,然後在這邊變成小官 這樣不好啦 所以還是把它改成屍 啊,其實屍跟級差不多嘛 那我們是認為說齁,在這種情形來講,給他一個市長齁 也是,也是,可以給他一種這個,啊 表示最大的一種這個,謝意啦 齁,也許現在這個代志偉他不一定會以後來當這個什麼啊 但是,他還是做了,現在的,也算是一個部長級的嘛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齁 我們認為說,屍好像比級要大一點點啦 有那個意識在裡面啦,警政屍嘛 對不對,屍也是這樣嘛 請問屍長,不是,屍長 是 欸,那你也是屍長,這樣不對耶 這以後變成這個屍都跟你同大啦 你現在沒有改得跟你一樣啊 這樣不對咧齁 所以現在給你講,部長 部長,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對這個到底怎麼樣看法 好,現在我想國民年金局齁 主要是執行加退保,還有年金的發放 那麼,他現在的慣例是叫局 但是我想,呃,局跟屍大概都一樣啦 就是大概沒有大小問題 主要還是執行的問題 對啊對啊 那,目前國民年金局還在勞保局 對啊對啊 所以他是看業務的發展 那將來是,把名字先放在這裡 那將來也許會歸到衛福部 大概來這樣子 以後這個國民年金齁 其實他未來的這個重要性非常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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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